港鐵下個月起加強黃昏及非凡旺時間的服務 九龍塘亦會實施新的上車排隊安排 列車埋站 車門一開 下車的、上車的都想走快兩步 在九龍塘站就經常看到這種情況 為了減少上下車乘客相遇阻礙班次 港鐵下個月底開始 在觀塘線九龍塘站往游麻地方向的月台 會改用一邊上車一邊下車的安排 上車的乘客會集中在一邊排隊 在月台助理協助之下乘客先下車後上車 好處是上下車的乘客可以用盡整個車門的闊度 亦都避免因為過份擠迫要重複開關車門 每一次的開關門都會多了10秒鐘 如果你想想全線如果我一個小時內 開關門多過十幾次 實際上我已經不見了兩分鐘 不見了兩分鐘就減少了一輛車 上下車更加有效率 而令到最後阻礙不能關門 或者要多開關多幾次的情況 相對減少了 令到我們的車可以更加準時的開出 港鐵說新的排隊安排 比較適合上車和下車人數差不多的站 因為效果會比較明顯一些 其他站就未必適合用了 因應乘客增加 港鐵下個月開始會加強黃昏和非繁忙時間服務 凍鐵線加得最多 每日加50班 星期五、六日、夜晚部分時間 以及星期日的日間 由四分鐘一班加到三分半鐘一班 觀塘線每日會加33班車 加密平日、夜晚和星期日黃昏的班次 全灣線和港島線也會加車 去到八月底 西鐵線也會提升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坤報導 在四周 等下 3 4 9 4 感谢观看